人类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动物一样有发情期,而是随时都可以发情? 在宇宙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座星星岛屿孤独地漂浮在深邃、黑暗的空间里。 它就是跨度近十万光年,承载了数千亿颗恒星的银河系。 在银河系的郊区,有一颗发着白色耀眼光芒的黄矮星,带领着它的一众兄弟围绕银河系中心以2.2亿年的周期旋转。 它就是我们的太阳系,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就在其中。 虽说地球这颗蔚蓝色的星球那么的渺小和不起眼,犹如一粒尘埃一般, 但在它的表面却生存着我们目前所知唯一的生命形式。 生命赋予了地球在宇宙中特殊的地位, 而地球也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庇护所。 生命在地球上演化了数十亿年, 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已经发展到了至少一千万个物种。 这样一个庞大的生物种群,想要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繁衍生息, 肯定充满了残酷的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 所以一个物种,包括每个物种中的单个生物个体, 为了能够很好的存活下去, 就必须要为自身获得足够且稳定的食物来源, 并且能够将自己的基因或遗传信息稳定地传递下去。 以上的两件事,是一个生物活着的终极目的。 其实在我们人类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些影子。 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风雨以后, 我们不再受限于生物本能的反应, 有了其他更高的理想追求。 例如,有些人就不把繁衍后代作为人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不过,对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来说, 寻找食物和交配, 是他们一生中花费时间最多,最重要的两件事。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的动物, 身体内都会自然分泌性激素。 在激素的刺激下, 就会表现出对异性的渴望和追求。 在漫长的演化中, 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进化出了发情期。 在这期间,随着日照强度, 时间长度,温度的升高, 动物身体内的性激素就会分泌旺盛, 从而完成一年一度的交配和繁衍后代的职责。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动物的发情期都在春日的原因。 因为春天正好万物复苏。 在发情期以外的时间, 动物们是不会进行任何的交配行为, 因为在其他时间, 身体内的性激素分泌受到了抑制, 所以就不会表现出任何的欲望。 其实我们所说的发情期, 基本上指的是雌性动物。 而雄性动物会不会发生交配行为, 完全是由雌性动物的发情期决定的。 在发情期间, 雌性动物会伴随着排卵和子宫内膜的增厚, 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保存受精卵。 当雌性准备好以后, 它会通过各种方式, 包括声音、 分泌独特的化学信息素, 来引导雄性找到自己。 在动物的繁殖期间, 传宗接待这件事的重要程度, 就胜过了寻找食物。 这时, 发生的打斗大多是雄性为了争风吃醋, 而不是以往的掠夺食物。 打斗也会造成很多动物因此而丧命。 因为繁殖期间的时间非常紧迫, 且竞争也非常大。 有些具有社会地位比较强势的雄性 会获得与多个雌性交配的机会, 而有些甚至找不到对象交配, 只能等来年再战。 错过一年, 就有可能造成一个生物绝后。 因为在这一年期间, 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很多生物在一年中会被天敌捕杀, 或者死于食物短缺和自然灾害。 所以, 在繁殖期可能是动物一生中最忙碌的时间段了。 那么动物的发情期是咋来的? 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生物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和限制。 动物们的习性和行为都是在漫长的进化顺应自然规律而演化出来的。 动物们除了繁衍后代以外,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先解决温饱问题。 只有肚子吃饱了, 才会去想其他的事情。 如果食物短缺, 就算你有心思繁衍后代, 那么后代的存活率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不仅如此, 在食物匮乏期间, 后代也会连累到自己, 甚至让自己跟着丧命。 不过食物一直很丰裕的话, 自己的生存本身就没有什么压力, 那么动物们肯定会繁衍越多的后代越好。 只要能养得过来, 谁还嫌自己家的孩子少啊? 自私的基因中有这么一句话, 在地球上任何一种生命形式 都是基因设计出来保存自己最精致的生存机器。 从这句话来看, 任何生物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 从基因上来说, 它也愿意更多、更快地复制自己, 但是我们别忘了自然选择的魅力。 基因确实可以发展演化、复制自己, 但基因在传承的过程中 会被自然环境所筛选, 淘汰那些不适应自然环境的基因, 保留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基因, 而基因又决定了生物的习性和行为。 所以,说到底, 动物的发情期其实和自然环境有关。 在地球上, 绝大多数的能量来源来自于太阳光, 而将太阳光转化为有机物的生物成为生产者, 例如各种植物、浮游生物和极小部分的细菌。 以生产者为食的生物成为消费者, 例如所有的哺乳动物, 包括我们人类自己。 生产者为上层生物圈提供了所需的能量来源, 那么上层生物的生存就受到了下层生产者提供能量多少的制约。 而生产者能够创造多少能量供消费者进行消费, 又受到了日照、养分、水分的限制。 很明显, 春季夏季的食物最为充沛。 西音明确地告诉所有的动物繁殖得越多越好, 但是自然环境却会告诉基因, 在食物充裕的时候繁育后代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样才能提高幼崽的成活率, 降低生存的风险。 因为我们知道, 养育后代是一件特别耗费能量的事情。 如果在生产者生产的食物特别少的情况下需繁育幼崽, 上文已经提到了, 这不仅会让幼崽死亡, 而且还会拖累成年雌性丢掉性命。 所以动物们就会选择在食物充裕的季节生育幼崽。 例如, 很多生物的孕期比较短, 在阳光明媚, 万物复苏的春天进行交配, 那么幼崽就会在夏季或者秋季出生, 这时的食物丰沛, 幼崽成活率高。 有些生物的孕期较长, 那么它们就会选择在秋天进行交配, 等来年微风拂面的春天或夏天, 幼崽就会出生, 食物照样非常的丰盛。 不过动物们可不会去算准日子去交配, 而是这样的行为已经被大自然的选择刻在了基因上。 每到交配的季节, 激素会控制动物们进入发情期, 所以发情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那些不适宜自然的基因已经被大自然淘汰了。 人类为何没有繁殖期? 其实人类也有发情期。 之前说了, 发情期主要指的是雌性, 人类的雌性也会在每月进入一个排卵期, 但是在漫长的进化中, 人类的交配行为已经和生育发生了分离。 你看,雌性动物们在进入发情期以后, 会通过外在的表现表达出来, 让雄性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而人类却隐藏了自己的发情期。 也就是说, 雄性完全看不出来雌性是否已经进入排卵期。 这样的结果是, 交配的时候不一定在排卵, 排卵的时候不一定在交配。 这其实就是一个智慧生物和其他动物的区别。 人类虽说野兽激素的影响, 但是并不会像其他动物那样完全受到激素和生理的控制。 我们有自主的行为和意识, 我们有更多更高的理想和追求。 我们人类出现这样的进化方向, 完全得益于我们的大脑发育和进化。 我们人类能够通过智慧来改变自然, 为自己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不再受限于自然的约束。 不过, 人类逃过了自然, 却又迎来了社会的制约。 虽然我们食物充沛, 但也不会选择繁育更多的后代, 毕竟养一个孩子真的很难。 吃饱肚子让自己有更多的后代, 是自然界每一个生物最原始的需求。 但我们毕竟生活在大自然中, 就要受到环境的选择。 基因可以改变一个生物的性状和行为, 而环境又会对基因进行精细的雕刻。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